我三个儿子因为老二死了 老杨生了三个儿子 二儿子09年因为意外毒性身亡 丢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一个一岁半嗷嗷待哺的小儿子 晚年丧子的老杨痛不欲生 小杨听说二哥过世的消息后赶过来看望老杨 正是这一次的看望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来这个跟老二的老婆成亲就跟我在一起生活 老杨的这句话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小杨怎么会与二哥的遗孀成亲 又怎么会回到杨家生活呢 我是这么想 因为这个留着一个小孩是吧 才是一岁半 他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媳妇嘛 他跟这个家人是吧 你们愿意两个同意成分的话 这小孩失去了爸爸 他有个亲叔说的 那就管我们还是一个好的家 让叔叔来做爸爸 对 后来我跟他也打了 他就考虑了两天 他就有点意思 为什么会同意跟哥哥的妻子结婚 那我可怜的小孩嘛 那小孩又小嘛 反映我父亲嘛 挺伤心嘛 然后我也就答应了 这个事 那时候也不怎么懂 不想看到他们那么难过 对 我也这里也有哥哥嘛 对吧 他们是我亲生父母 我也 嗯 从小妹跟他在一起 也很期待跟亲生父母在一起 小杨说虽然这些年来 养父母一直对他很好 可他内心深处 还是很渴望得到来自亲生父母的关爱 尤其是养父母相继过世后 他更加渴望亲情 所以虽然小杨是以取二哥的医双 这种有些尴尬的方式回到了杨家 可重获亲情的他心里依旧是开心的 老杨为了表示自己对小杨的爱 甚至早早将自己的房产分给了两个儿子 现在建的是我建的房嘛 他两兄弟过一半嘛 可是团圆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太久 2014年杨家便再生变故 老杨的老伴也就是小杨的亲生母亲被查出了干净化 正当老杨忙着为老伴筹钱治病心力交瘁时 小杨突然干了一件在老杨看来大逆不道 且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好饭吃那个中药除去吐 他说这个药不好你要吃花了钱 我说妈妈生病了 等妈妈好啊之后有什么事情再说 现在劝他他福利一直都跟我吵 他就飞过来就叫我送我 后来他大国看不惯就说他两句 他飞过去就把大国送到地下讲回 我就恨恨你打了七八仗 后来他就骂我你叫我过来就见我老的一个老婆 你叫别人看飞不飞来 把他当狗一样看待什么什么 骂了一个晚上 儿子居然会跟你说这样的话 我考虑他是这样意思 因为妈妈这个病不知道八十小钱 他就故意指点就来跟我吵